今天想跟大家讲点心里话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那条视频 就是伊凡他前女友来找他那个事情 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叔叔阿姨留言了 其实我来说一说 我对伊凡 就是现在的了解吧 在我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中 据我了解哈 嗯 他是一个对工作比较负责任的人 嗯 比如说 他执行力很强 他这个人 嗯 因为他跟他发小不是之前大家也知道吗 他跟他发小是做那个山货农产品这些的吗 他从 从零到一吧 然后靠自己的努力跟他自己的头脑吧 嗯 他一年就住到了我们这个地方 本地前五嘛 然后 嗯 而且我觉得他生活上的话 他是会注意到很多细节的一个人 他比较细心 嗯 体现在一些什么地方呢 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小小比较大大年龄嘛 他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可能就是 他反而会在意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会提醒你啊 比如说你东西忘带了没有啊 什么这些 他很他很细心 他这个人 嗯 还有他说 我觉得他 就是经常 虽然他说话 不是特别的 就是 嗯 就像大家讲的 不是特别会讲话吗 但是 嗯 他是一个对生活充满 畸形的吧 他充满畸形的一个人 嗯 而且他很爱帮帮助别人 就是不管身边的朋友也好 或者说 嗯 就以我 就拿 就拿我来讲嘛 他平时就是那种 会给予身边的人一些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 帮助的 帮助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 我在评论区看到好多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说 一番 嗯 他什么 脚踏两只船 不踏实 嗯 其实可能是因为大家不够了解他 可能是因为 大家接触他的时间还比较少吧 所以说可能以后 如果说 大家还会关注我们的话 看我们的话 可能就会了解到 一番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们再说一说 他前女友的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每个人 他的认知 嗯 他的想法 他的阅历 嗯 他的见识 呃都是不一样的嘛 对吧 嗯 我们也不能去评价说这个人 到底好与不好 他为人处事 他为人处事怎么样 只能说 嗯 一番可能 对于这个事情上 他没什么经验 他没太大的经验 嗯 没有过多的经验 因为他毕竟也就经历过 前女友那么 一个女孩子 其实我也能看得出来 他的无奈 跟他的那种 无能为力吧 嗯 我还是蛮理解他的 嗯 我知道就是 大家可能就是怕小小 看不清楚这个人怎么样 我很感谢大家关心小小 嗯 但是在这同时呢 其实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出现 才会让我跟他在相处的过程中 彼此更了解对方 嗯 所以说呢 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些呢 就是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比较客观一点 嗯 还是希望大家还是 可以理性的看待一下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 嗯 就是 看看 嗯 一番吧 我们一起看一番 他接下来他会怎么处理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会 以他的性格 他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就说出他一个个姐姐们 如果是你们的话 遇到这种情况 你们会怎么样呢 谢谢阿姨们 你们是觉得说 找一个 爱你的人 对你好的人 还是找一个 他本身就很好的人呢 你们觉得 小小遇到了吗 牧师人 愿你始终 被爱包围 愿你始终 被光照耀 失掉 人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